花蓮市一間限定古蹟咖啡館 28號在接待一組20多人的遊客時 其中一個3歲小朋友 拿著疑似皮繩的東西甩打古蹟 當場被業者制止 沒想到這個舉動引起家長不滿 除了紛紛為上前理論 還口出惡言威脅要把店家刷滿一心負評 業者無奈發文澄清說 也讓這個事件在網路上引起熱議 業者站在古蹟柱子旁回想事發當下 直說自己看了5秒鐘才出聲呵斥 這下可不得了當場引發家長怒氣 圍著店家理論 這種感覺比較像出在小孩身上 問起家長的問題 真職就發生在花蓮的一家特色咖啡館 是花蓮的限定古蹟 店家發文說是20多位客人到咖啡館消費 小孩破壞古蹟店家出聲制止 還問誰是家長 當場有人要他出去講 甚至是飆粗口 還說怎麼可以罵我的孩子 不能好好講嗎 店家要求客人離開 對方卻揚言要給一心負評 家長後來檢視是說他們可能就是忙於拍照啦 然後疏於照顧小朋友 而導致小朋友去做那個 用那個口罩繩去做 就是甩那個鼓蹟柱子的動作 擔心遭抹雞店家臉書po文成親 跟客人發生爭執的經過 當天晚上客人也找來警察 業者道歉 撤文和解業者也強調 事件已經圓滿解決 祝福雙方忘記不愉快 未來朝自己的想要生活努力 記者綜合報導